在2020年新年第一天,帕萨迪娜玫瑰花车游行如约而至,今年是第131届玫瑰花车游行,本届主题为《希望的力量》,意为只要充满希望,人生可以更加美好,激励他人充满希望,世界将更加美好,只要希望永不停息,不可能都将变为可能。 帕萨迪娜玫瑰花车大游行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岁月,起源于1890年,全世界已有15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过,每年的现场直播有超过4亿的人收看,是世界影响最大的花车游行。 花车游行全长5.5英里,路线始于Green大街和Orange Grove街交口,以每小时2.5英里的慢速向北行驶,在Orange Grove,然后向东转到Colorado Boulevard,直至Sierra Marjorie Boulevard。 玫瑰花车游行代表队分为四类,玫瑰花车游行组委会及帕萨迪娜市政当局、马队、乐队和参赛座单位装饰的花车。 其中,来自华美历史文化协会的纪念二次大战结束75周年主题花车代表华裔参加游行,花车长度75英尺,造价约23万美元,之所以选择二次大战的花车主题,原因是2020年是二战胜利75周年。 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新乘坐该主题花车参与游行,美国城市卫视晚间新闻帕萨迪娜采访报道。